有人就傳 即有些法律專家跟我談過 說 打破最後的殺手間 可以以叛亂法 平息了這一場的亂象 以為始終今次的選舉是 很多武備欺詐二魂 還有Dominion的軟件 似乎後面牽涉了其他的國家 喏 你要做 你要猜他敢不敢 因為現在是法庭主理 美國是三權分合國家 行政權 立法權 立法機構也監察著他 即是國會知不支持你動哲 因為我輸了我就要搞緊急法例 延續我的權力呢 是不是 我當他是真的 他那些什麼Dominion 很多東西 我是議員 這些東西我們全部追查清楚 是不是 就解決了 即是你不能夠 因為有這些東西 你就繼續做總統 先做的 法院都是這樣的心態 這些東西可以追查清楚 長時間慢慢找出來 但是 是不是因此而讓你繼續做 你自己是有利益衝突 即是你是Stick來的 即是總統 你指控很多東西 只要我的東西有些真 也有些不是真的 你要知道 是不是 人家我不懂得看嗎 你不是自己 大家可能很喜歡聽聽證會 列很多東西出來 但你永遠那個不是法庭 我講一堆東西 對方有沒有講話 對方講的東西 你有沒有報導給你聽 即是你看不看到 是不是 這些 這些 大家資訊不對稱 我就不知道 其實我不敢說 你真是假的 我都聽不到對方的回應 根本你 什麼 鮑威爾的律師 沒錯 他是很厲害的律師 但是不等於他 他代表了所有事情 對方的律師怎麼講 是不是 他自己在那裡講 你只是聽他講 講得很棒 但是對方怎麼回答呢 或者官怎麼看呢 是不是 那現在一切就去了法庭那裡 有法庭改決 這個是連特朗普自己同意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即是大家看到這些事情 就有人看到這些事情 你覺得 有希望 那就繼續留意他的發展 究竟他的時代發展如何 是吧 尤其是法庭 他如果州那裡搞不定 州那裡搞定了 就沒事了 選舉推翻了 如果州選舉推不回來 就要上訴 就聯邦法院 現在講 時間還有 足兩個禮拜 即似乎是 上訴都有時間處理 如果先處理了 不拖延 那 那 長訴 反而是未必要看證據的 大家就看那個法理 就是 那個州 那個法院可能已經審視了 得出結論了 那個事實 這樣 那那裡還有沒有得 爭 或者你說 連州法院都是 被人收買了 諸如此類 那你都要給我證據 告訴最高法院 聽的 所以這裏中間 有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呢 那 大家都不用那麼緊張 因為只是兩個禮拜 下個禮拜 我再做節目的時候 又清楚了 又更加清楚 那暫時來說 他就似乎很難阻到 拜登拿270 好像已經拿到了 那 因為兩個禮拜後 就開會了 那個選舉 就正式開會 確認了 那如果確認了之後 又是另一個情況 又是另一個情況 那 但是現在你說 會不會 趁他還是總統 如果他就有一對禁衛軍 好像我們看那些 雍正王朝那些 他有一對親兵 可能可以的 看來又沒有 不是那麼容易的 調動三軍 你看到那些委員會 委員會 他都未必叫得到 就是 都不理他 不理他 不理他 那 如果他已經好 或者在計劃這些事情 他就不會經常在那裏做Twitter 講完你聽我準備要怎樣 連個情緒都被你看到 你寫Twitter 就被人看到你的情緒 大家留意一下這些 反而 他在表達什麼 你不要只看他講什麼 看他為什麼要寫這些 他是不是情緒有問題 可能是情緒有問題 你說很危險又不是的 他不是一個 他是喜歡發表意見 把情緒講出來的人 但是他不是一個過分的人 我始終覺得 特朗普不是一個 亂來的人 就是有些事情 大不諱的事情 他未必做 但是你們不要演繹為他 他將會做 是不是 發動軍事行動 或者什麼緊急狀態 諸如此類 他的機會 要做應該做了 應該做了 應該是三個禮拜的 選舉 是不是 如果他有準備的話 他要做了 要做 或者應該做了 因為你不可以等到 遺漏前 人家來確認 或者那些選票已經選 點 點完又點 有些周圍點了兩次 點完又點 人手又點過 你還是說有問題 那你要有個好理由 你周二會不理你 周的法院不理你 是不是 那這些事情漸漸越整越清楚 那如果你真的有什麼 真實的資料 那你一早就要拿出來 然後就說 周二會都不妥了 我要緊急權力 用了 那你要一個合理的情況 才能用緊急權力的 就是等於 香港如果不是周圍有人 去年 林鄭也沒有權 說我們緊急狀態 我要緊急落法 就是他都沒有那個理由 做這些事情 一定有那些事情 出現才可以的 那現在有沒有呢 有就應該做了 如果大家看 看某一面的新聞 你覺得已經是了 那他應該做了 就是特朗普應該已經下了命令 又沒有 沒有 那你現在猜他會 但是時間一直很短 那我們看一下 看看有沒有特別的事情 我始終是寄望在那個法院那裡 有什麼好的法律依據 推翻到 那就是真的了 因為這個三權分合法院是 會客觀地看 覺得真的問題 要停了那個選舉 或者停了那個點票 停了那個憲政制度 都好 都是法院的權 那他在做這件事 在看著 而特朗普呢 就在發緊猛症 那我暫時看到就是這樣 在發緊猛症 另一個發猛症就是特赦了 不是發猛症 特赦了那個 特赦了一個 那個 Michael Flynn Michael Flynn 是他前 前 國家安全顧問 國家安全顧問 還要到什麼程度呢 白宮官員裡面 僅次於國務卿 因為國務卿 就是Secretary of State 其實就是跟國務沒有關係 國務卿因為他是 處理外交的 首席部長 處理外交 這個權力是大的 就是獻位了 但是呢 在他 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就開了一些位置 就不是 處理正式處理外交 和他平排的就是一個 特別的顧問 就叫做 國家安全顧問 這個顧問呢 被視為 重要 在外交 和外交事務上 特別涉及國家安全的重要顧問 通常是比較學者型的人 大家都記得 基辛格 基辛格 他當時是學者 他是哈佛的教授 就是他會找一些這些 知識型的人 去補充政客的不足 然後委了這個位 同時 同時 現在 拜登也有這個位 這個位 好像也要國會 同意 任免 同意了 但是當時他做了一個月都不夠 就辭職了 就因為被媒體爆出 不知道是親了特朗普 還是不親了特朗普 就爆出他是 廟計 天天都打電話給美國 俄羅斯駐美大使館 大家還記不記得 奧巴馬臨落台之前 驅逐了60個 60個外交官 俄羅斯外交官 大家記得有件這樣的事 就是他臨走前 也都指控他 俄羅斯是介入了上次的選舉 幫特朗普贏了 現在也是 指控 特朗普對俄羅斯是比較好 這次俄羅斯好像是比較好 對特朗普 到現在也是 美國人很敏感 這些事情 很敏感 你不要以為 不重要 他們覺得很重要 好了 當時一吵 這個 Michael Flynn 就承認 FBI查他的時候 他兩次說了謊 人家拿了證據出來 你這樣啊 他就承認了 對那次說了謊 這樣 這件事本身就已經犯了謊 就是他查案 要問你 涉及這些這麼重要的安全 你要如實說他聽 否則他查什麼 問題就是 說了謊 就變成要告他 好像在香港告他 發假證供 這樣 其實有一個案在身 拖拖拖拖拖了幾年 拖了幾年 但是現在呢 突然間就突射了他 那你說FBI查錯了 還是他被冤枉 還是怎樣 那 川普沒有一個 清楚的解釋 他只是說 哎 抓你過9月 快樂啊 你是偉大的美國公民 之類 那就突射了他 這樣 那當然 雖然 不喜歡 川普的媒體都罵的了 但是似乎就 都沒有什麼點 特別 炒這件事 因為就 預了他會這樣做 就是預了 川普就會特赦這些人的了 而且 預了他有一個很長的名單 那既然預了 那當然也有人罵他 那你問我 中立來說 其實你特赦都不是問題 你要給一個理由 你不能因為他是你朋友 特赦他的 美國歷任這麼多個總統 都有行使這個特赦權 很多是有爭議的 隨便舉兩單 最重要的 福特特赦尼克遜 那誰都知道 其實現在 可能還沒解密 或者他自己 還沒把回憶錄出來 沒有說 就是 尼克遜自己下台前 因為他下台就是副總統頂上 那跟副總統談好了 你到時特赦 我就下台 避免國家撕裂 不用國會就要彈劾 避免這些事情 大家重新回復 團結 美國人 可能是有這些 這樣的說了 而福特特也有解釋 他就認為 夠慘的了 就是尼克遜夠慘的了 本來是總統 現在中途要下台 是不是 對他的懲罰都很辛苦 是不是 又病了 當時很肺炎 因此搞到尼克遜肺炎 就是 憂傷成疾 他都很慘了 所以就為了維護 我們國家的團結撫平 這個衝突 冠冕堂皇一堆 就突死了他 他都給了個理由 但都被人罵了 當然 你沒有理由的 哈哈 我們都 彈劾可以繼續 是不是 你先 尼克遜有沒有 發假事 有沒有做了刑法 刑法 刑法上不許的刑事 一定多少都有 是不是 那 有追究的空間 但是你說 好 全部沒事 全部沒事之後 就沒事了 因此福特 想爭 做完那三年之後 想連任 即是繼續做國務卿 他想連任的時候 就說 被詹米卡達贏了 詹米卡達是民主黨的 民主黨 他主力都是攻擊他 就是認為他思想仇仇仇 特赦了利克遜 令到利克遜 沒有受刑至追究 那這個是一個爭議性的案例 另一個爭議性的案例 就是克林頓臨走前 特赦了一個商人 而這個商人 就有幾百宗逃衰 據聞如果全部入罪 他竟然是特赦了他 又沒有特別理由 接著就是 有人檢查到 原來這個商人的老婆 前妻 就捐錢給他選舉 哈林頓臨 嘩 這樣就罵得很厲害 美國因此 就是司法部罵 美國的司法部罵 美國的司法部罵 就是 聯邦對話局也罵 於是就說 查一查這件事 結果查了 做了一個報告出來 就說這樣的 國會 是國會和司法部 就是立法和司法 的單位都認為 行政這裏做 你這樣行使這個行政權 特赦權就不對 查完之後 得出的結論就是不恰當 就沒有說到要怎樣 也都沒有追究 因為這個畢竟是總統的特赦權 而 哈林頓若干年後 就說起這件事 就說相當錯誤 覺得自己 那他也叫做 承認了不對 但是什麼理由呢 不用說都知道為什麼 真是要還人情給人 好了 今天特朗普 可能也是還人情給人 退了還人情 他可能還要特赦一批人 而這批人 可能和他 將來被刑事檢控有關 即是他有很多 好好 很多問題 那下一手追不追殺他 如果他好好的交給人 可能就不追了 即是用這樣來商量 我們期待這些情況出現 大家就比較明白 即是美國的政治是很複雜 很複雜的 至於他行使的特赦權 我們用常識去想 你也要有一個好理由才特赦 是吧 要給這個理由出來 那特朗普恐怕就一定不給了 那可以特赦多少人呢 沒有限的 沒有限的 羅斯福呢 舊羅斯福是一千九百多人 杜魯門那時候也有千多人 那罵了一輪之後 罵了一輪之後 社會各界 哇 你這個總統不要這樣搞的 這樣 亂的特赦人 那罵了一輪之後 那現在以後的總統 比較謹慎 特別是羅勒根 因為上手福特 特赦了 Lixson 那罵得緊要 社會罵得緊要 那些人比較謹慎 之後呢 就現在是百齡人 百齡人 那最少那個特赦 就竟然是奧巴馬 奧巴馬六十一個人 就是做了八年 臨走特赦了六十一人 而且一般是 那些普通平民犯了罪 那覺得是 人情上 或者是黑人 小數民族那些 嗜好 這樣去特赦的人 就不會說 喂 你幫我 你是我馬仔我特赦你 這樣 那川普起碼給人 這個感覺 現在 是不是 好了 準備 沒有特別意見呢 那我們還要說 施政報告 對不對 不錯的 那Jason 年輕人角度 因為施政報告 就影響很多 年輕人 就是 又大灣區又成 緊密就 大陸第二部分 港施政報告 那些顏色 可是 今天 要有一個 爭點